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的一开头就会推荐一堂商用英文的线上课程 那其实我会推荐这一堂课程并不是因为我收了任何的代言费 而是我真心觉得实用的商用英文对于新创团队的重要性 尤其是疫情解封后的这一年大量的国际交流的机会蜂拥而至 不管是线上或者是线下 以我自己来说除了目前已经出差到美国跟日本总共两趟的出差之外 我已经接待了一组海外新创 再接受了一次外媒的采访 然后四月又预计会有日本的新创伙伴来访 昨天晚上才又跟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一起共进晚餐 更别说今年内还各有一次的日本跟美国的出访 国际交流一直来 如果你跟我一样 过去三年对于英文其实是疏于练习的 现在可以立即开口使用的实战商用英文就很重要 这就是我最近一直推荐这堂课的理由 今天我们要把创业新生代的节目变成英文课 请到凯瑟琳老师来隔空抓药 一起来上一堂新创国际发展最关键的英文课 欢迎凯瑟琳老师 谢谢卡尔 谢谢你的推荐 我很喜欢你说这个隔空抓药的概念 真的感觉我那个就是什么这样摸这边的胡子 然后这样帮你抓药 就会有一颗药丸搓出来 然后一颗痣这样 可不可以先请凯瑟琳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 我昨天听我行销部同事说 其实你跟她是高中同学 对啊没错啊 我们以前高中是号称我们是美人李张氏 因为以前我们都住在台北市的美人李 光复南路那附近 然后我们都姓张 所以我们就美人李张氏姐妹 美人李张氏姐妹 对然后下课就做事情是去买鸡排 好了那应该是蛮久以前的事情了 对很久以前的事情 好张氏姐妹后来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一位张小姐现在变成这个媒体里面的专业经理人 但凯瑟琳老师却走上了教学之路 然后也成为一位英语学习上的KOL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历程 就是从求学到教学到成为YouTuber 嗯好哦 其实我的求学之路有点无聊 因为其实就跟大家一模一样 在台湾读国小国中然后高中 顶多大学读了外文系 然后读外文系的打工赚钱的时候 不外乎就是接家教 所以那个就是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英文教学 就是接小孩子的家教 毕业之后很顺理成章的第一份工作 就先找了一份儿美的英文老师去做 接着呢我就是转到了成人英语教学机构 我大概在那边待了半年一年左右的时间 那主要会想要离开的原因是因为 我不想要被他们的进度给绑住 因为有时候我发现学生会有一些些需要停下来 然后帮助他们解决的一些困难 那如果又有进度的束缚的话 其实是很难帮助他们能够顺利的前进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才决定说好吧 那我就是自己辞职 然后我自己开一个自己的小班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决定自己的教材 然后决定上课的步调等等的 那这个是教学因为这还是走非常传统的路线 就是说小班制家教班 然后大家就是都认Catherine老师 可是怎么会踏进这个YouTube这件事情 对其实真的也是误打误撞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单纯就只是想要为我的那个英文班 做一些小小的宣传 然后就拍了一些英文教学影片 然后放到网络上去 就真的是好玩而已 就没想到 好像被大家看见了 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一边做实体课程 一边做网络教学 然后慢慢慢慢发现 其实是有很多可以玩的教学方式 就在线上这一块 才慢慢完全转到线上教学这一块 可是其实当所谓的专业讲师 不管是线下教学或者是线上教学 专业讲师这个身份跟KOL这个身份 这个孰中孰清的这个分寸 你觉得要怎么拿捏 因为我想线上教学 他毕竟还是牵扯到教学嘛 知识的传递 技能的传递等等 他也是一件比较严肃的事情 那作为一个KOL 或者是作为一个YouTuber 有时候他传递的内容的走向是不太一样的 格式也不一样 风格可能也不一样等等的 就是现在对你来讲 你是身兼两种身份 这两种身份有一点像 有一点重叠 可是又有蛮明显的区隔 那你怎么去拿捏他的轻重 有你真的点出了我这近几年的心境转变 因为这个其实是会需要一直停下来 刹车一下 然后去思考一下 我现在到底是不是真心是往我想要的方向去走 但我近几年其实还蛮明确的 就是下定决心 其实我真的想要专注在教学 但是爱与经营自媒体嘛 所以宣传真的蛮重要的 加上我人是在高雄 所以必须要透过网路让更多人看见 所以才会让大家感觉 我好像是以KOL的这个身份 还有姿态在大家面前露面 但其实过去几年 我做了很多事情是在教学方面 教学手法方面 做了很多的专研 或是去考一些证照等等的 所以我一直在找这中间的平衡点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 虽然比较多露脸的机会是在 就是摄取媒体 但我这几年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就是在耕耘 在教学手法 或是英文教学引导这一块 所以对你来讲 你自己放的比较重的 其实还是在教学这一块 对 我的真心放的比较多的重点 是在教学 反而是KOL 怎么去这种接业配 或者是怎么样去经营 自己的形象等等的 其实我倒是还好 就是有就好了 但是真心的私底下 做了很多的挣扎 跟学习是在英文教学引导这一块 理解 所以你会时不时的停下脚步 然后去思考跟检视 有没有偏离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同时也是持续不断地 在加深自己的这个 在教学领域的这个专业 没错 很重要 不然的话一没有刹车 就整个就完全走向KOL了 就会发现 这不是我想要的那个路线 那另外一个要问Catherine的想法是说 因为专业讲师或者是 或者是YouTuber 他们都比较像是个人工作者 可是其实在不管是KOL产业 或者是内容产业 越来越蓬勃之后 其实我们又会发现 不管是专业讲师 或者是这个KOL 他其实某种程度 他也是一种个人事业的创业 你自己是一开始 比如说你离开了这个机构 然后开始自己开班教学的那一刻 你就开始认知说我要成立自己的事业 我要打造属于我自己的品牌 还是你在某一个时候才发现 原来我在创业的路上 我觉得这问题还蛮有趣的 因为其实很好笑 我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根本完全不是以说我要创业 不是我是创业家的角度去做 那个时候真的超级单纯 我只是为了要就是能够准时回家 然后带小孩 然后帮小孩做饭 所以我那个时候唯一的认知就是 我没办法去做那种九点到五点上班族的工作 所以呢走投无路才转往网路这个方面去做 然后呢一直做了大概两三年 我都感觉我只是一个个人的freelancer 一直到我突然有一天发现 我这个C's English Corner 其实已经是可以跟其他的品牌 做一个品牌联盟 然后就是可以跟其他的logo 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 哦好像已经做到一个某种程度了耶 但那个时候还不觉得是创业 直到跟别的朋友聊天啊 哇Catherine你这样创业真的很辛苦耶 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说 我这是创业吗 原来在别人眼中你是在创业了 对因为其实创业家自己都知道 实际的生活其实就是每天灰头土脸 然后拖着自己很孤单的背影 在那边忙东忙西这样瞎忙 所以根本就不是有那种 那种光环的感觉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走到 竟然能够讲说 哎你是在创业 真的是误打误撞 对啊 但我觉得创业自己本来就是可大可小啦 那我现在虽然一直以来都是一人公司 然后不是很愿意会有一个团队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当你个人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 毕竟有一个公司还是一个比较经济的选项 对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转往去考虑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也是开始意识到 原来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品牌 然后真的是走在创业的路上 你才开始逐渐把这个 以个人身份活动慢慢把它转变为比较正规的 是用公司的形式来跟外部进行合作啊 或者是开课啊等等的 对对对 没错 而且我发现有一个很妙的点是我当初完全没有想到 就是当我有公司这个名号 我发现我看事情的角度会很不一样 就等于是好像诶 那个格局稍微拉高一些 因为像以前我就想说我就是一个人嘛 然后我就是一个妈妈想要赚点钱而已 所以呢 我想的角度是诶 我个人的力量可以做什么事情 接什么样子的工作养活我自己 但是现在反而是诶 我有这个公司 那我可以为这个社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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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我可以满足我个人的 比较小我层面的欲望 可是成立公司 真的觉得开始创业之后 就会多了更多 属于大我层面的这个使命感 包含对品牌啦 包含对社会啦 甚至包含对于这个 可能教育产业啦 或者是内容产业啦 就会更多了一份就是说 我好像不是只是为了要赚 一份养活自己的收入而已 我有更多的事情 是要创造出价值 对当你看到其他公司会有那个 就是对社会企业责任的时候 我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也要定一个 远关的五年十年后的方向等等的 就会设下一个小小计划 好我们听完Catherine老师的 创业心得之后 要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 就是这个时候应该后置 那个上课领想 我们要来上课啦 第一个题目是 因为刚刚其实Catherine也有提到 就是你在加强自己专业的过程中 其实也考取很多证照 或者是研发了一些属于 从自己领悟中 或者是教学经验中出发的 教学方法或学习方法 那其实前几次 我在其他集的Pakas 开头在跟大家推荐这堂课程的时候 都有提到一个叫做 PLP点线面学习法 但老实说 那个到目前为止 这个学习法对我来讲 还是比较像是一句广告文案 我还是不太清楚 就是所谓的PLP点线面学习法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学习方法 那是Catherine独创的 所以可不可以请Catherine 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独创的学习方法 有什么独到之处 好哦 真的很谢谢你的善良跟诚实 整支强出来 那我今天好好解释给你听哦 这个缘由呢 其实是我观察到大部分的人哦 他们其实单字量都有 因为只要有经过台湾的高中联考 或是大学联考 其实大家单字量 其实真的不错了 但是呢 就是苦于不会排列组合成句子 那这个PLP法 的确是我自己在讲英文的时候 我脑袋里面会出现的一个造句的逻辑 它简单来说 就是先把要讲的意思 或是最重要的那个关键字 只先定下来 然后再从这个点去出发 去连前后需要用到的句型 或是补充的资讯 其实有点像往连连看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点 然后连到下一个点 然后往后连 往上连等等的 然后从短 然后慢慢连到长 所以这个就是PLP P就是point嘛 一个点 所以它可以是关键单字 或者是单词或者是愉快等等 通常会是动词 因为你要表达一件事情 最直白 或是最能让人家理解的 或是最关键的字 就是动词嘛 动词指数 那从那个动词去搭配 需要的句型 比如说主词是谁 或是做这个动作 后面的授词 会是什么 或是常用表达法等等 然后能够串联成一条线 那当你有很多条线线线的时候 是不是就很自然 就联成了一个面 那这个面呢 就表达的是 你能够给予一个完整的讯息 然后这个讯息 是能够面面俱到的 展现你的礼貌程度 或是委婉程度等等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在商务场合上 常常开会的时候 不是很赞同你的意见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表达 不赞同的时候呢 你第一个想到一定是 Don't agree Agree 然后否定 Don't agree 或是另一个字 Disagree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P 关键单字词组的部分 Disagree 那把它连成线啊 很单纯的嘛 英文最基本的句子结构 就是主词动词受词 所以就是 I disagree with you 或是 I disagree with this idea 或者是 I don't agree with this idea 其实就是一条线了 这个是line 那当你要变成P 就是plain 那个面面俱到的 能够表达委婉 能够表达礼貌的时候呢 你就会需要其他的句子 比如说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先是一个认同别人 给你一个台阶下的感觉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but 用but去连接 你主要要否定的那个部分 就是but I'm afraid I don't disagree with this idea 然后最后 再加一个建议 不要让你的否定 感觉就只是单纯的 不认同你 所以呢 后面再加一句话 给予一个建议 maybe we should also consider the time we need to put in 所以 从这三句话 包夹 连成一个面 就是PLP的一个方式了 我觉得这好像 除了在口说的时候 可以应用 其实好像在英文书信 也可以应用这样的逻辑 就是说 先把重点的那个词 先抓住 然后最重点的那一句 也发展出来之后 再去连接 整个前后的plan 所以在写email 好像也很受用 对啊 其实只要是 关系到英文的造句 都可以用这样子的逻辑 从短到长 去帮你的句子 组织的更完整 或是更多资讯 更复杂 是 那我们来应用一下 实际的这个 这个PLP的学习法 跟表达的方式 就是说 新创团队 就听我们节目的很多人 其实都是新创团队里面的 不管是创办人 或者是在新创团队里面 组织里面的成员 然后我想 对于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 会感兴趣的人 也一定是 可能会深负这个 国际交流的重任 那新创团队 其实常在出国的时候 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当然还是介绍自己 尤其是在大大小小的 这种需要提案的场合 要不然就是商务拓展 要不然就是新创的 简报提案 然后或者是 这种募资的pitch等等的 然后坦白说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就是这种简报 通常它都有一定的规格 要么就是一分钟 要么就是 还蛮常见的 都是六分钟这样子 那我觉得六分钟 这种对团队来说 也许比较好掌握 因为时间充足 然后可以花很多时间练习 但往往有那种 六十秒 九十秒的闪电简报 我觉得对新创团队来说 反而是 是比较难的 尤其我们又不是 那么熟悉英文的话 对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plp这样的架构 学习方法跟精神之下 我们怎么样在短时间之内 可以抓住听众的 眼睛跟耳朵跟心 首先我觉得 在简报提案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你刚刚讲的 要快速抓住听众的眼球 基本上通常我们都会 讲一个黄金九十秒 我觉得这概念有点像是 想象你在书店 要选一本书 你会快速的先少过书名 然后看了简介之后呢 然后翻一下目录 看一下各章节的重点脉络 大致上就可以决定 你要不要买这本书 或是这本书可以帮助到我什么 所以同样的这个场景 搬到了一个简报提案的时候 要注意的是一般人注意力哦 听别人讲话 通常就是大概八秒到十秒左右 所以在这黄金九十秒里内呢 你要做四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第一 你要马上跟别人打招呼 然后精准做自我介绍之后呢 就赶快结束 然后转向向听众说明简报的目的 然后提接下来的简报内容 提供完整的导览 让台下知道 你要讲什么 跟会花多久听完你的内容 有一个心理准备 这样子就是强化你简报说服力的 第一个步骤了 所以呢有些人哦 他们就犯的错 就是讲太多了 想说哦 I'm from Taiwan 感觉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资讯 但其实有时候 他只需要知道 你到底要跟我讲什么 就好了 没错 对 所以呢我先从第一步打招呼开始好了 对确实打招呼哦 就是我自己跟着 假如说我跟着新创团队 往海外去啊 我常听到的都是 千篇一律的打招呼 没办法 大家国高中在学英文的时候 就觉得太认真了 所以通常都用 就像有人问你好are you 大家都会百分之 百分之两百的人都会回答 Thank you 是一样 Thank you and you 对对对 还是要看场合啦 因为大家一般想说 哦打招呼 就会说 Oh hi nice to meet you 这个很ok 但是当你在台上的时候 Nice to meet you 给大家意向是 我很想给你握个手 你知道就是真的是 对对一的时候 要给你握手这样 所以呢今天如果你在台上 其实你只要能够展现自己的热情 或是展现自己 真的很想要分享 接下来的内容就好了 所以呢一个很快速 三秒内打招呼的方式 可以是这样子哦 Hi delighted to meet you all here 结束 因为delighted就表示很开心嘛 所以是不是马上传递了 你的正能量 跟你很开心 你的热情 给大家 Hi delighted to meet you all here I'm Catherine I host a YouTube channel called C's English Corner 这个是一个简短 重点就讲完了 其实在五秒 对五秒钟就可以结束 你的自我介绍 是 刚刚哦 这一段虽然很简短 对不对 但是因为是所有简报 开始的第一句 所以呢 记得眼神 一定要跟大家有所交流 就是我们常说的 eye contact 然后你的语气 必须要肯定 你肯定的方式呢 就是善用你的语气的停顿 然后大家会想说 哈 停顿会不会反而让人家觉得 哦我好像不确定 或是我忘词了 所以我这边教大家 一个小小pebo好不好 就是呢 每一个断句 或是每一个句点的时候 稍微停顿一下 然后运用句子的节奏 去堆叠出你的 你的整体的节奏 所以呢 你可以这样讲 嗨 Delighted to meet you all here 深吸一口气之后呢 I'm Catherine 所以等于是 你的句子中间啊 不要太慢 比如说 Delighted to meet you all here 它不会是 的这个节奏 它会是 Delighted to meet you all here 有节奏感 对 它是有节奏感的 所以当你把这个节奏 抓出来的时候呢 就算你的发音 是不标准的 但是因为你的节奏有出来 你的眼神有交流 语气是笃定的 其实会很自然 让别人感受出 啊 你的英文其实是 很顺畅很流利的 当你这个时候 在做一个很笃定的 停顿的时候 别人不会察觉 你是忘词 嗯哼 那我想额外再问个问题哦 好啊 就是假如说真的 上台的人稍微有一点害羞 嗯 那它可以用什么样的技巧 去让别人看起来 它好像很笃定 就是我通常跟人家 分享的方法是 你就是看着某一个点 让别人觉得 你在看着他们 但是其实你没有在看 任何一个人 这个方法到底有效吗 超有效 因为我在台上演讲 我才没有在看大家 没有啦 开玩笑啦 怎么可以这样讲 哈哈哈哈 的确 就是我会看某个桌角 但是我会 真的鼓起勇气 觉得这个时候 还蛮顺畅的时候 我会去瞄一下 那个桌角旁边坐的那个人 对 会稍微瞄一下 但是真的不需要到 时时刻刻都盯着 别人的表情去看 因为有时候 我们毕竟还是会被 台下的观众 他的反应给影响 自己的情绪等等的 嗯哼 对啊 需要 需要故作轻松 需要故作轻松 没错 然后呢 台下 就是你在私底下的练习 一定要够 台词要背得 背得熟 那上台之后呢 第一句话必须要做的事情 一定要跟大家 要眼神交流 对 之后就是可以看桌角的啦 之后就可以看桌角 之后可以看桌角 对 好 其实 其实我觉得简报这件事情哦 因为 其实事前都还可以练习 所以对我来说 有时候讲不好啊 我常常都觉得 应该只是因为练习不够的关系 嗯 没错 但是在国际交流的 这个场合上面 还有一件事 even对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也是大魔王 嗯 就是社交场合 因为很多的这种 不管你去参展啊 或者是参加 这个大型的活动演讲啊 在新创圈 它其实最后都会伴随着一个场合 叫做Networking Party 或者是这种什么 Standing 然后要不然就是 Standing Cartel Party 对 正式宴会前的那个Standing Cartel 我很想 正式宴会我还不怕 因为一样我也可以准备 我知道跟我同桌的人 大概有谁 而且我到不了 我就是跟我左右两边的人 讲话就好了 其他人我只要跟他讲 Nice to meet you 然后换名片就可以了 对 可是不管是Standing Cartel 或者是Networking Party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会碰到谁 然后来的人 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他讲什么口音的英文 我都没有把握 所以这件事情 即便对我来说 我都觉得是大魔王 那一样 我们把它延伸到 社交场合上 有没有什么技巧 或者是金句 可以请Catherine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怎么样克服 这个社交场的大魔王 让大家看起来 还是不是专业感 然后又可以 好好的介绍自己跟交朋友 嗯 我完全认同你说 这个真的是 大魔王中的魔王 因为在这个场合 大家人是流动 你并没有被指派说 要跟谁讲话 或是互动 所以呢 你要嘛就是站在原地 或是站在小角落 然后自己拿着酒这样喝 然后很孤独的过完 这Standing Cartel的 两个小时 要嘛就是推上火线 但是哦 我要说的是 大家都以为 在这个场合上 哦好像要讲一些什么 很冠冕堂皇啊 很有礼貌的话 或是好像要讲 要讲多专业的内容 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在美国 或是在西方 他们的一个很大一个 主流的文化 就是small talk文化 嗯哼 你知道吗 就是Michelle Obama 前第一夫人 美国第一夫人嘛 她当年在参见 英国女王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 她说她那天 看到英国女王 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他们其实在私底下讨论说 啊穿高跟鞋 站了一整天脚好痛哦 他说就是在那个moment 她和英国女王 感觉了 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点 而那个就是 他们的友谊的起始点 所以其实大家 真的不要觉得 要准备什么样子 很高级的语言 所以我教大家几个 能够快速的和对方破冰的 开场白好不好 因为这真的很重要 然后呢 用这样自然的方式开头 不会让人家觉得 你是在 就是好像要搭讪 什么样子的 我先假设 今天的这个场合 我预设就是一个 standing cocktail party 大家可能就拿着食物 自由的走来走去 第一个破冰的方式 就是能够分享 现场和他共同的感受 然后再丢问题 比如说 我们都在这个场合里面 可能音乐自然的流动 然后灯光美气氛 加食物很好吃 所以这个时候 也许你就可以 很轻松的拿着你的酒杯 拿着这些食物 然后靠近你想要讲话的人 说great music or great food right 这食物很好吃 对不对 然后呢 赶快再丢一个问题 Have you tried the chocolate dessert 问他说 你试了这个食物了吗 这个dessert了吗 很好吃耶 这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开场白 而且因为你丢了一个问题给他 让他必须要回你 所以呢 接下来就会很自然的开始 有你这个谈话的流动了 对 或是说呢 it's a great event isn't it 这办的超棒的耶 对不对 这个活动好棒哦 对不对 isn't it 也是一个问题 丢给对方 那对方通常就会说 yeah it's fantastic here 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对方自然的方式 对 可是如果我就 对方真的不会接话 我就被他据点了 怎么办 我这个时候 我要想办法延续话题 还是我要怎么样礼貌的 就是 哦那结束一个话题 我去找别人聊 这个 这个也常常是我的痛点 就是我觉得 哦他讲话好无聊哦 或者是 或者是他讲话口音好重哦 完蛋了 我真的听不懂耶 可是我好像 你知道 我就是没有办法 借顾走开 没错 对 怎样可以让我 就是安全的脱身 然后我可以去找下一个 我可能比较能聊的来的对象 好哦 我先回应你刚第一个 好不好 怎么样延续话题 那他好难聊 有没有什么方式 让他能够多讲话呢 你可以第一个先赞美他 就希望他们都很能够 接住那个赞美的梗 或是赞美的球 比如说 I love your dress or I love your tie Where did you get it 所以你看哦 他的逻辑就是 你先去分享你的感受 然后再丢一个问句 给对方 让对方回答 至少你会得到一个 yes or no嘛 对不对 或是说呢 今天假设你们去参加一个展览 也许白天的时候 有一些讲座演讲 对 那你可以分享 今天发生的事情啊 比如说 Oh I listened to Kaya's speech today It was amazing Did you listen to that one 分享你自己的感受 然后抛问题问他说 你有听那场演讲吗 等等 然后他就说no No 好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要再继续延续话题 其实刚刚我的延续话题 就是follow一个6WEH的问法 对 How was your flight 因为大家都是从其他的国家 飞到那个 飞来的 飞在定点 然后去做这个活动 所以how was your flight which hotel are you staying at 这些hotel flight 都是大家很常去热烈讨论的话题 或者是what嘛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tomorrow 对不对 这个是延续话题 但如果你判断真的是 超难聊的 不要跟他讲话的 要礼貌结束话题的时候呢 转折语很重要 Well All right 然后呢 有一些小小的借口 很常可以用的 I'm gonna go get some drinks at the bar 我要去拿个食物 我要去bar点酒耶 刚刚喝完 Oh that's Shelly I'm gonna go talk to Shelly 这个借口 然后呢 之后呢 就要说拜拜了嘛 那通常说拜拜 之前哦 西方的文化还会有一个 算是赞美吗 或是总结 这次的谈话 It was great talking to you Or it was nice catching up with you Catching up就是 跟你续旧 你之前就看过他了 It was nice catching up with you 好了 讲拜拜咯 See you Or I'll talk to you later Or have a good one Enjoy the rest of the day 这样子 就可以结束了 就可以刚刚逃走 对对对 所以刚刚那三个步骤 如果连起来的话 就会是这样子哦 Well I'm gonna go get some drinks at the bar It was great talking to you Enjoy the rest of the event Bye 就可以走了 超值用的 就有点是三步骤的感觉 这样 我录完音 一定要把这几句抄下来 我应该马上私讯 给你刚刚这几句话 而且大家不要觉得 不好意思啊 就是好像自己主动 结束话题很不好意思 因为完全不会 既然small talk 在国外是一个 很自然的文化 那就表示也很常 有这种主动结束话题 找机会 或是找理由离开的 发生的场合 对大家其实是很习惯的 然后接到你的球 就知道 所以不会 就是no hard feelings 不会觉得啊 你不友善这样子 不要想太多 就直接这样子讲下去 我还想问一个 很雷的问题 就很雷的状况 就是如果有些时候啊 我真的听不太懂 他在讲什么 哦 对 我该如何 用一些回应 让他就是 有礼貌 或者是至少 不会出大错的回应 然后我回完之后 再赶快用你刚刚教的 这个结束话题法 OK 有有有有 让我来教你 第一哦 这很实际吧 超级实际 第一就是 如果你真的完全听不懂 他讲的话的话 如果是语速快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害羞 或是自卑 英文不好 你就直接说 I'm sorry Can you say that again? Or sorry Can you slow down a little bit? 这样子 直接告诉他 然后他讲慢速度 重新讲一次之后 如果你抓到了一些点 比如说 他是要跟你分享 可能上礼拜 做的一些事情 只要是分享类 然后他的脸上 带着笑容 那你应该可以感受出 他就是跟你分享一件好事嘛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 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机会呢 你就觉得说 Wow that's amazing 就用一些很正向的形容词 我也是用这招 对 Oh that sounds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因为大家会用interesting嘛 那可是interesting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有时候可能是 比较负面一点 或是比较 我没有感受的时候 会用interesting 所以fascinating 这个字是可以学起来 就是很有趣哦 很intriguing 很耐人寻味的感觉 Oh that sounds fascinating 好好好 这几句也要抄下来 对对对 这几个形容词 正向的形容词 要好好的善加使用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 你不要在那边 就是我刚刚讲的 会发生在我身上 绝对会发生在各位身上 绝对会有这种时候发生 你们一定跟我一样 很常就是 明明就听不懂 然后还在那边就是 对 可是我甚至有碰过 就是像刚刚老师教的嘛 就是说 比如说 Can you slow down a little bit 或者是Can you say that again 然后我有碰过那种 真的有点令人伤心的结果 就是 对方直接认定我 英文不够好 他就直接跟我说 Oh well that's ok 然后他就走了 就走了 对 好那我必须要说 如果真的遇到这个状况 就真的算了 因为我碰到的情况 大部分他们会 你知道还是很nice 没错没错 大部分 然后真的就是 在找一个很适当的借口离开 那那就算了 我觉得啦 我个人的小小想法是 如果真的这样有错到 你当下的自信心的话 没关系 你就去找亚洲人 你就去找马来西亚人 泰国人 他们一定 一定share the same feeling 比较热情 对对对 或者是他可能 英文程度也没那么好 你们就可以在那边 鸡同鸭讲 然后跟鸡小话 讲下去 我觉得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 因为我常常跟大家说 取一下暖 我也是 我也是 真的取暖 因为当你所有的能力 或是所有的技巧都用了 还是没办法的话 我就一定要记得一个点 就是smile 就是smile is the most powerful language tool 不过我觉得真的碰到 像我碰到那样的状况 真的也不要伤心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回来 然后再慢慢慢慢加强自己的英文 所以我们前面这一大段 教大家真的是现学现卖的东西 大家可以跟我一样 听完节目 把这些金句抄下来 然后善加去利用它 可是我想它也没有办法 就是让你永远用这一招半式打天下 所以还是要回来学英文这件事情 就是说台式英文这几个字 这个状况 我想到现在还是蛮容易发生的 这已经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了 可是它似乎仍然是很多人在学英文 尤其台湾人在学英文的时候的盲点 尤其像我这种 就是我们可能在求学过程中 完全都在台湾学英文 我也没有留学的经验 我也没有海外工作的经验 我也没有在外商工作的经验 那英文这件事情 完全就是靠着工作的经历上面 碰到的人 然后再加上大量的连续句说 培养出来的结果 那台式英文到底它的问题出在哪里 它的盲点在哪里 我觉得大家常常会把这问题想得很大 或是想得很复杂 但其实我长期接触这些 在台湾的英语学习者会发现 其实原因真的非常单纯 非常简单 就是他们的语言输出量不够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 我自己有带小孩的经验嘛 然后我是从耳美出生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深刻的认知到 就是当我们看小孩学自己的母语 学语言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完全没有文字的 他们是大量运用环境 去猜测 用五感的去感受 然后图像化的记忆 再加上很重要就是模仿大人 讲话 乱说一通 所以他们的输出量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那他们这样大量的输出 说了 就是跟着大人这样模仿说话 说了三年四年之后 才开始有他们比较完整的 这个语句的架构 所以说小孩子都 有这么完整的学习环境了 都还需要花两年三年的时间 去建构这个语言的世界 那更多话是大人 那很多人就说 因为我们没有全英文的环境 但是没有错 我们虽然没有全英文的环境 但并不表示说 我们就不需要用这个方式学 而反而是要尽可能的靠近 我们像小孩子学母语的这个模式 所以一定要记住就是 要有够多的输出 然后不要怕丢脸 不要怕讲错的 一直去输出你这个语言 嗯哼 对 OK 所以是输出跟输入 都 那跟输入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输入的方法 一直背 一直背 嗯 其实我就是很怕大家觉得 啊英文要好 就是要一直背 一直背 我这边说的输入就是背单子嘛 但是其实哦 输入跟输出哦 我觉得这中间的关系 其实有一个比例存在 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认同说 输入跟输出 它的比例应该是要三比七 就等于是 假设当你记了一个单子 应该是要照两个以上的句子输出它 因为三跟七 大概就是两倍的比例嘛 对不对 嗯 嗯 有对不对 所以对啊 所以也就是说呢 很多人哦 他们的盲点就是 觉得单子量不够 但其实不是你的单子量不够 而是你没有去把那些单子 重新拿出来玩味 然后造句 每个单子都造至少两个句子 才叫做是有实际的输出 所以其实他们的单子是 是已知道 但是能够输出使用的那些单子 不够多 至少的 对对 是不够多的 所以他们长期缺乏这个连连看 就是我刚刚说那个PLP 不知道怎么从P连到L 那个连连看的那个部分 没有去训练它 所以它脑袋中的每个单字都是这样 点点点点点 然后都是无力无援的 它不知道怎么样连结它们连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你一定要输出 然后试着把这个单子去搭配它的 collocation 我们叫做搭配词 然后慢慢慢慢把它延成到一条线 一条line的句子 就是背十个单子 始终都只用那一个 背再多也没有用 因为你就是 对就是其实是输出量不够 但是我觉得需要去用 它就是要能够平凡的使用 它就是需要环境 需要情境 然后需要语感 甚至需要习惯 对 对啊 对像我说的 我的身份就是那种 都在台湾的环境下 本土的教育之下 学英文 然后也比较没有出国的经验 然后甚至海外留学的经验等等 那到底要怎么培养这件事情 嗯嗯嗯嗯 就是培养语感啊 培养思考方式啊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 我培养自己英文语感的方式 就是我其实我在思考 我日常生活在思考说 今天早餐要吃什么的时候 我也用英文来思考 在我脑海里面出现的是英文的句子 那这个是一个理想的方式吗 然后当然现在另外一个 就是说因为最近那个AI非常流行嘛 所以也越来越多这种 AI的不管是聊天机器人 或者是APP就出现 就会说他用AI陪你来练对话练语感 Catherine会怎么建议 就是说在台湾这样的环境里面 我们要怎么建构跟母语人 是很像的这种英文语感 嗯嗯嗯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现实面呢 就是我们毕竟在台湾 在中文环境的时间 真的是远大于英文环境 所以真的很难摆脱一个 中文去思考的模式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啦 既然不能摆脱 那你就一定要学着 怎么跟他共存 那我自己在台湾这么多年 也是没有出过国 所以呢我一直在抵抗 想说要怎么跟他共存 我自己规划的做法 基本上三点就非常重要 比如说第一个 就是我刚刚讲 增加英文输出的时间 或是至少思考的时间 比如说呢 很多人现在做的 很好的事情就是 会规划时间去做英文阅读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 还蛮知道 怎么样做的一个方式 那再来就是输出了 因为输出 其实希望还是尽量是口说 所以呢 一定要想办法 找一个人练口说 比如说 刚好你的工作场合 有一个外国人的同事 那就每天跟他出去吃饭 每天跟他在茶水间聊天 或者是呢 刚好有个机会 认识外国人就跟他做朋友 然后呢 插出了火花 就跟他当男女朋友交往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方式 但我不是在讲说 要去当男女朋友 不是要找老外当男女朋友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回归找一个 可以讲话的人 然后去做大量的口语输出 对 我想说为了练英文 然后要牺牲自己的 也不是牺牲啦 就是要连感情生活 都要压上去 刚刚开玩笑开玩笑 对 就是说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就是要把握住任何 可以让你开口 练英文的机会 那除了增加英文思考时间 还有没有什么 撇步 就是可以加强练习 如果有更多时间的话 或是回归最基本的 我自己个人有一段时间 是把我的英文 整个打掉重练 什么叫打掉重练 就是我回到最基本的单字 最简单单字 我都重新合理的怀疑它 我到底有没有用它 用正确 或是再重新的看它 怎么样搭配 放到一个句子里面 做搭配词 我在我的YouTube频道 有一支还蛮受欢迎的影片 就是在讲说 怎么练口说 我跟大家说 不要觉得说 chair这个字 太简单了 然后大家觉得 我不用再练这个字 可是当你仔细想chair 然后要把它做搭配词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chair怎么搭配啊 你可能会想到说 sit on a chair 然后就没了 等于说 你的chair 输出量就只有1而已 可是刚刚说的输出 是3比7 有没有 就是要乘两 几乎是两倍的分量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逼自己 要再去想一个 能够跟chair 搭配的词语 或者是句子 对 比如说 pull a chair or move the chairs around 之类的 然后去使用它 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大家可以再继续玩味的一个点 就等于是 看看你生活当中啊 有哪一些字 computer sofa plant 之类的 这些最简单的字 都要重新的把它拿出来 玩味 然后搭配造句 就即使是这么基本 这么简单的字 可是都可以多想一些 不同的句子 然后你就会跟它更亲近 这样子 没错 或是刚刚你说的 在参加那些 standing cocktail party 回来 灰桃土脸 觉得好没有自信 你那个时候就可以回想 那个时候 我手上拿了什么东西 或那个时候 我在哪个点 说不出来 所以呢 事后就可以去 再花很多时间 因为事后回来 你时间多了嘛 所以呢 你就可以试着 把那个情境 你可以做什么样子的对话 再重新把它写出来 然后重新练口说 把它讲出来 或是找你的同学 一起去练习它 所以等于就是 把这个英文 融入在生活当中 生活上会发生 会用到的单字 或者是语言 才是你需要学的英文 而不是去翻一篇杂志 然后去学一个 你完全不擅长的领域 比如说地理 或是天文学的一些单字 因为那些单字 就算你背了 没有在生活当中使用 久了还是会忘记啊 对 所以应该是从生活当中 去抓取 应该要学的英文字 可是我们其实还是不免 常常会用中文的思考 或中文的句子 然后才去把它翻成英文 然后再去表达 不管是口说 或者是写email 那 可是我们常会卡住 所以要怎么做 可以让这个卡住的机会变少 这个就是 我自己会帮我的学生训练 去做中英转换的练习 等于是说 你要常常去翻译一个中文句子 因为你在翻译过程当中 你才可以发现说 我是常常会在某个环节出问题 就发现自己的问题 才懂得怎么去解决 那 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 有其中一个单元 就是要改掉台式英文 里面其实有教大家一个方法 对 所以我先卖个关子好不好 不过呢 那个单元重点就是 要教你哦 从早述才开始 然后强化你的输出 然后呢 你的输出得到一个反馈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检讨自己 写出来的英文 发生了什么问题 找到自己的问题 然后去往后朝那个方向去修正它 OK 既然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叫做这个 线上英文课嘛 那 除了这个 之后如果听众朋友听了 有兴趣 然后到新商业学校去报名 跟Catherine老师合作这场课之外 我想我们今天还是可以 传授给大家一些些 这个自学的方法好不好 包含了第一个 我怎么练听力 因为有时候听力对我来讲 有点困难 就是我碰到各种不同口音的时候 我实在是 好难啊 我现在最没办法挑战的 老实说还是印度口音 我也是耶 完全 give me five 真的无法耶 对啊 然后第二难的可能是 日本人的口音 日本我也 但是我跟你说 就是我先生他 因为他有一个很熟的 那个印度客人 所以他超会听印度墙的 我就超佩服 所以从他身上 我真的就是要跟我的广大学生说 不要去避讳 或是不要觉得说 我现在练听力 我就要先从美式墙开始学 我会鼓励大家 所有的口音都要听 尤其是大家在选老师的时候 在台湾这个现场明显 大家都要找美国老师 如果你是那种 南非裔啊 或什么 他们的学费其实是低的 可是我想说 你要练听力 就是应该所有的口音 都要听懂 因为其实他就是 你常听了 自然就会 他其实不需要太多的 钻研这个口音 其实就是长久了 就会了 就像我们中文一样 也会有台中枪 或者是上海枪 就是中国那边 也会有北京枪等等的 但其实我们就是听久了 就习惯他某一些 发音方式之后就好了 嗯哼 对啊 了解 所以就是广泛的听 那需要特别 比如说 好啊 我可能真的就是要 专心的往美国市场发展 那我是不是还是 比如说我都只看美剧 这样认真的听 OK 在练英文方面呢 其实又把握一个练习方向 就是要有bottom up 也要有top down bottom up就是 从下到上嘛 从基本的开始 然后往上堆叠难度的一个练习 呃我们称它为经厅 呃在做经厅的时候 其实一次的练习的 那个影片量 不用太大 但是呢 这一段你的练习的深度要很够 这个深度就表示说 你这句话里面的单字 它在句子里面发音的变化 或是什么 或是说当你有很多字 黏在一起的时候 或是有联音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的 去把它抓出来听出来 这个是我们在练听力的时候的一个bottom up 的一个经历的方式 那再来呢 一定要互相穿搭就是top down 从上到下 我们称它为范庭 就是很广泛的去听 呃在范庭的时候 你不用每字每句都听得懂 其实呢 大部分的时候 你前后文猜测 比如说这句话没有听懂 前后文猜测 其实你大致可以理解 它整个要讲的方向是什么 所以呢这个情况你就可以大量的去涉略不同的口音 或是不同的语速 或是主题等等的 那我自己就会建议说 你可以用英文去学习你感兴趣的主题 比如说我常会自己在家里做瑜伽 所以我不会去找台湾的瑜伽老师 我会在YouTube上面搜寻国外的瑜伽老师 所以一边做瑜伽 其实我就在练我的范庭了 然后从中就可以用猜的方式猜出很多 就是身体部位的关键字 就我在练瑜伽的时候学到好多部位的关键字 就什么shin啊 shin 什么pelvis之类的 顺便学了解剖鞋之类的 对啊对啊 很怪的一些就是身体部位这样 对啊 不过听了Catherine这样介绍 我才终于知道就是 原来我平常在跟人家讲英文的时候 尤其是碰到老外 然后讲一些太难的事情 原来我的理解方式就是所谓的饭听 对饭听 然后真的听不懂就 That's great That's amazing Fascinate 对fascinating 好那除了听 那我们还有什么素材可以 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利用的 然后就可以来自学英文 我觉得也许不见得一定是道地 但是自学嘛 就是广泛的洗手 除了听之外呢 嗯 OK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一定要让你的生活当中有英文 所以呢 我自己啦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会把我想学的兴趣 全部都用英文的 就用去找英文的素材学 好 这个是一个 所以当我在比如说写 写我的日记的时候 我会尽量把我今天得到的灵感 用英文去写 或者说今天大家如果在发文 大家比如说社群媒体 Facebook发文 发现动的时候 你可以发中文可以 但是呢 发出去之后 一定要让自己拉回来英文 就说 诶 那这句话英文可以怎么说 然后大概花了一两分钟去 去试着用PLP法 把这句子拼凑起来 或者是去查一下 查一下Google可以怎么说 或者是现在Chart GPT超快 你就直接把这句话 丢上去说 Please translate this This sentence into English 就可以了 所以Chart GPT 是一个超棒的 一个学习工具 所以我真的会鼓励 发现动 发文的时候 想一下中文是什么 然后生活中的一些情境 跟别人对话 我刚刚跟那个 跟同事聊完天 诶 刚刚那句话 英文怎么讲啊 然后回到座位上的时候 自己稍微想一下 然后问Chart 怎么讲 然后把它背下来 把它记下来 这样子 对 就是融入 让英文融入生活的一个方式 我自己是这样子啦 我自己跟小孩子讲话 我都会跟他们讲英文 然后就会卡住 然后我就会开始 陷入沉思 那小孩就会看到 妈妈怎么陷入沉思 因为我在想 刚刚那句话 怎么讲英文 OK 你真是走在时代的尖端 就是连Chart GPT 都用上了这样 对 因为那真的是一个 非常好用的工具 我什么问题 就直接问他说 这样子 Is this text natural 问他 有没有这么好修正方式 好 节目的最后 其实还是要回到 就是 我觉得要讲好英文 不见得是要用 学好英文 就是我们要讲 讲好英文这件事 第一个还是希望大家 不要害怕嘛 对 所以节目的最后 还是想请Catherine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如何看待英文 这个语言 如何拥抱英文 这个语言 你有没有给大家一些 想法或是建议 嗯 我要给大家想法 或是建议非常多 但是有一点 最重要的 就是我很喜欢 一句slogan 叫做connection not perfection 它的意思就是 我们学语言 最重要的是要拿来 当做一个沟通 跟别人连结的工具 而不是要追求 完美的文法 虽然我知道 现在房间 大部分的老师 都还是以达到流利 还有精准度为主 但是我自己个人 是比较走现实 为考量路线 天然派 对 因为我接触到很多人 都是你三个月后 就要出国参展了 就要出国提案 pitch meeting 可是每天又很忙 你到底要怎么样 去加强你的英文 这真的会让大家 走投无路 有一个绝望感 所以我会觉得 真的 所以我真心的觉得 connection not perfection 你先求有 再求好的概念 以前的智慧 相信我绝对够用 只是你要拿出来 去玩味它 然后去帮它造句 所以呢 我觉得最后一个方式 就是加强你的输出 你可以直接找一个 线上夹角 然后上课的时候 告诉他 你要练习 这个可能你要pitch的 的产品 或者是直接找你 如果幸运的话 有一个外国的同事 在公司 你就跟他一起练习 一起讨论 对啊 所以呢 记得connection not perfection 就是先求有 再求好 然后语言是沟通的目的 然后还有刚刚讲到 就是其实我自己 学英文 很多都是从生活当中 去取材 因为我认为 英文它不是一个学科 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你的生活当中 会碰到的英文 才是最需要 学习的 学习的英文 对啊 当你掌握了 这一些自学的方式 或是你找到 自己的问题 所在之后呢 然后又能够认识 各种学习的形态 或是模式的优缺点 然后为自己 规划出一个 最好学习的方式 还有搭配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学英文 真的是一件 还蛮迷人的事情 对啊 大家一定要放弃英文啊 好 今天非常感谢 Catherine老师 来到创业新生代 把我们今天的节目 变成一堂 新创国际发展 最关键的一堂英文课 那在课程 在节目的尾声 还是容许 让我工商服务一下 Catherine老师 跟新商业学校 共同企划的 最后一次学好 商用英文 从关键字 开始Talk的课程 大家在4月20号 之前报名呢 就可以享有 低于五折的优惠 那创业新生代的 Podcast的听众朋友 还有另外一个 专属优惠 就是你在结账的时候 输入折扣码 Meet600 就可以在 限折600块 线上学习无负担 邀请大家 把握优惠了 相关的这个课程的资讯 我们都会放在 节目简介里面 每周听一集 正是一个创业新生代 我们的节目 每周三固定更新上架 记得追踪订阅 才不会错过 任何一集更新 更欢迎大家 把节目分享给 关注创新创业的朋友 让更多人听见 勇于挑战 大胆创业的 创业新生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来